我知道五位里面 还有一个人跟春意差不多 也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去听相声 是谁 我 就是我 我是没有钱坐公交车 我走回去 我也要回家 你当时去哪儿听相声 我那时候我住在 丰台西客站附近租了一房 要去大兴一个剧场去听相声 距离有多远 坐公交车 两个小时吧 差不多 因为没地方去听 你要听你的花钱买票 这个地方我去那儿干点活 就可以免费听 搬搬桌子呀 打打水呀 就去听 然后听了一段时间 就听倒闭了 都是不买票的 听倒闭了几家 好几家 不过现在挺好 在听云轩了也挺好 那当时搬桌子 然后干活干了多长时间 也干了将近三四个月 其实为了相声还是付出很多 管了你们除了爱相声爱听 基本功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 我是十九二十开始练 二十岁才开始练灌口 对 那是不是会觉得晚一点 原先口音特别严重 我们那边说话就是 干啥 吃了没有 有点像河南话 类似于河南话 最开始说下场的时候会不会 就不自觉地会带出家乡话 肯定啊 然后第一次上台下来 骨子都吃了 紧张啊 不是尿 出汗出的下来 有这家乡味的灌口是什么味的 最丢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最丢脸的时候啊 跑天井台丢脸来了啊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备一个灌口 丢 蒸羊糕 蒸胸张 蒸鹿尹 勺鹿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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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类似有口音很严重 我觉得这个相声应该会很火爆 在口音的同时 他自己擅自把蒸鹿尹 改成了勺鹿尼吧 勺鹿尼